12月1號晚上呢 在公館谷庭在這附近呢 一個晚上就發生了 三次跳電的狀況 還有民眾呢 就PO出當晚跳電的照片 房間裡陰暗沒電點燈 只能依稀看到幾樣家具 而門窗外更是漆黑一片 晚上六點三十分左右 愛國東路等區段 停電將近一個小時 影響了2574戶 好像在南路那邊停電 然後三老的小姐 走到那邊去那邊偶像的來著 大樓不是一個發電器 停電的然後開來一個 後來有異味這樣子 什麼那種騷招 民眾余計有損 網路上也罵聲不斷說選完了 終於獻出原型跳電 還有部分的營業店家 也都受到影響 台電表示是染線故障 但台灣缺電問題要解決 原能會也同意台電 核二廠一號機重啟等 並連發電相關測試通過後 就能開始使用 台灣在核一跟核二 這兩座廠四部機組 我們也希望它能夠演繹 核一核二的四部機組 它其實加起來容量 比台中火力發電廠的四部機組 還要大 黃師兄也表示 美國也有核電廠重啟 每次延長服役 就是一次十到二十年 只要檢修做得好 安全就不會有問題 可是執照更新 它就像老車一樣 這個老車行照到齊了 不代表說它上路就會爆炸 它上路之前 它只要經過相關的安全 跟環保的檢測 過關然後更換它新的行照 這台車就可以重新的上路 黃師兄痛批政府 枉顧民意 以意識形態杯葛核電重啟 結果已經是進步國家的台灣 到現在居然還有缺電危機 大量依靠活力發電 導致空污問題嚴重 惡化的環境也影響民眾身體健康 謝謝真實鏈尋 讓方向臺報導